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8月15日表示 乌克兰的战斗能力已激进耗尽 并表示乌克兰冲突揭穿了西方军事战术和武器优势的神话 根据国防部提供的演讲稿 绍伊古在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军队揭穿了许多关于西方军事标准优越性的神话 作战行动的初步结果显示 乌克兰的军事资源几乎筋疲力尽 绍伊古是普京最强大的盟友之一 2012年普京解除了因腐败丑闻而获罪的原俄罗斯国防部长 并任命绍伊古为新国防部长 绍伊古表示 他将与俄罗斯合作伙伴分享有关美国装甲车 德国坦克和英国火箭系统弱点的详细信息 并补充说没有任何武器能够免受俄罗斯武器的攻击 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将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军事支持 包括防空导弹和扫雷设备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穆斯科举行的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俄罗斯对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持开放态度 支持各国维护国家利益和自主发展道路 构建平等不可分割的全球安全体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军队2023论坛是世界领先的武器军事装备展览 是展示俄罗斯军队先进理念和发展的重要平台 论坛期间将举办军事装备展示 商务洽谈 军事技术研讨等系列活动 军事件